好,我們看看這條題目 這條題目我就畫了在這裡,粗略地 我們看看題目的細節是說什麼 這裡有一個正電荷,這是X 一個帶正電荷的球體 它有自己的重量,有一個質量,是M 它用一條泥龍繩綁在上面,固定在一邊 另外我們有一個負電荷,Y 這條帶負電荷的球體 這裡後面有一個重量體 放在這裡 X這個位置,這三個圖示 其實它的圖示都應該是成一圖線的 但這裡就差了一點,不好意思 在這裡,我們就看看 在這條題目就問,誰是可以 以這三個個個案來講 X這個球體是批判的,即是正止狀態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看到這個情況 第一時間,我猜同學馬上會想到 正電荷和副電荷,大家互相吸引 所以他們有一個吸引力 但是在這裡的話,同學也要留意 這個球體是低重量的 我們要考慮它的MG 也有這條繩 這條繩有它的重量 另外還有一點大家需要留意的 就是在這個題目說 這個球體的責任 是Ad Rest Ad Rest的話,大家要非常留意這個字 Ad Rest的意思就是說 它是一個靜止狀態 如果大家回想到 在牛頓頓來講 Ad Rest的話,即是代表這個球體 是一個平衡的狀態 在一個平衡的狀態 在一個平衡的狀態 來講的時候 即是怎樣呢? 我們可以 如果在一個平衡的狀況來講 所有在X加起來的力 是要等於0 以及所有在Y方向的力 加起來都要等於0 所以這個就是Ad Rest 在一個平衡狀態下 在這裡的話 即是說 這條題目 雖然是考我們 關於電荷兩個之間的吸引力 但我們也要留意 關於這個 Mechanics上面 一個偶登定律的一個資料 在這裡的話 我粗略地 看看這一幅圖 我們在這幅圖上 看到我們嘗試 將以上三個情況 畫回一個自由落體圖 V-Boy Diagram 這個我們有一個Tension 有條繩 加到這個 細的球體裡 我們有自己的MG OK 另外 它因為有一個負的電池在這裡 它有一個吸引力 我命名為M2 大家可以發覺 如果在這裡這樣做的話 其實一個的V-Boy Diagram 是可以拆得到 令到它這個所有的力 在我剛才所寫出來的所有的力 加起來 在一起 Fx 是等於零 Fy 是等於零 OK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這個是可以成立的 同樣地 這個呢 亦都可以成立的 因為我們可以拆了 FE這個component出來 還有 T這個component 其實是可以成立的 OK 即是說 大家在這裡看的話 我們可以把 T 刷成 TY 和 Tx的這個補範 我們可以拆成 Fx的部分 和 Fy的部分 這兩個是有可能 是可以抵消到的 所以這個呢 第二個Case 也是可以成立的 好了 到第三個Case 我們發覺 MG是向下了 FE 和 T 是兩個在同一條直線 同一條直線 那麼大家可以看到 它們同一條直線 無論哪個大小也好 我們 可以想像一下 無論它們的大小 是多少 如果它拆除了的話 這個球體 其實也會有一個靜力 是向下的 正正因為這樣 它們是沒有可能 這個球體 是沒有可能 在完全 這兩個電荷之間 成一條直線的 所以真正來說 它最多 可能 我們畫出這個 正電荷 副電荷 最多是 應該是 應該低了一點 比較少 才是對的 它有所掩測 除非這個正電荷 它是沒有這個MG 它就可以是一條直線 當然 在這個題目那裡 已經是表明了 這個電荷 是有這個MASC 所以大家是不能夠忽略了 這一點 正正因為這樣 第三個情況 是不能夠成立的 如果大家看回 其實我們怎樣去判斷 其實我們主要是用 這個自由樂體圖 去分別出 到底這個情況 是否可以成立 當然 在這個自由樂體圖的時候 我們要將相對應的 Vector 去拆拆 它們的相對應 component 再去做一個考量 OK 以下就是這條題目的答題技巧 希望這條短片可以幫到大家 在下一次有機會和大家再見 拜拜 拜拜